软晶天杨逆亲密互聊,一个单身一个已婚,网友,还是很般配 软晶天杨逆亲密互聊,一个单身一个已婚,网友,还是很般配 作为台湾小生,软晶天已经红了很多年,可是不知道为啥他如今依旧单身,而且没有和任何语星有绯闻 如今杨逆和软晶天一起合作的扶摇正在热映,在古装剧中,杨逆软晶天正好饰演一对情侣,两个人在剧中有很多深情的桥段 而且在一起宣传扶摇的时候,杨逆还和软晶天一起上演亲密互聊的戏码 有网友说软晶天单身,杨逆已婚,但是两个人看起来依旧还是很般配 这大概就是演员的福利吧,不会因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已婚或者在恋爱的关系,就无法在影视剧中出演情侣 不过作为刘凯威的妻子,小糯米的妈妈,杨逆最近有新戏上映,还即将参加《明日之子2》的录制 但是更多人的质疑的是杨逆口口声声说自己有很多时间陪伴小糯米 工作安排的那么紧凑的她什么时候去看女儿呢 想想刘凯威也是挺可怜的,别人结婚都是成双入队的 她的婚姻就有点独守控房的意味了 你觉得杨逆是一个好妻子和好妈妈吗? 杨逆机场穿破烂,网友,看来又要有一波新潮流了 说起杨逆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她自小就开始在演戏了 当初她的爸爸妈妈嫌弃她太过于调皮了没有一点女孩家的温柔所以才让她吃一吃的 没想到她就成了当时年纪最小的演员 据说在杨逆小的时候还演过周星驰的女儿呢 现在的杨逆已经强大到不需要再依附任何人了 她现在还很年轻但是早就已经成为了人生赢家 有了一个朋友爱她的老公 更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再加上在事业上的顺风顺水 使得杨逆早已没有了任何的后顾之忧 杨逆的衣品一向是大家公认的高 这步她今天又深陷几场了 在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出她穿得十分的时髦 上面是一件白色的鹿尖毛衣 不过毛衣 这样在我们这39度的高温下会被热死的 下身穿着一条牛仔裤 不过这条牛仔裤可是大有学问了 膝盖上分别有一个破洞 而破洞下面居然还连接着一个拉链 这是怎样的设计 也真是让人费解 但是不得不说这样的搭配还是非常吸睛的 毕竟知性中又带着一点俏皮的感觉 和符合她的气质了 估计过不了几天这款衣服又会在淘宝热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